哈喽大家好我是马克 欢迎回到马克时空 最近波兰的一个与乌克兰接壤的尊庄被导弹袭击 导致两人死亡 就像我在11月16号的那期节目当中讲的 北约初步调查后认定 这次事件是乌克兰发射的防空导弹 拦截俄罗斯导弹时意外坠落到波兰领土上 北约认为这是物极事件 不是蓄意袭击 但最终责任在俄罗斯 毕竟如果俄罗斯不发射这些导弹袭击乌克兰城市 就不会发生这种情况 2022年10月31号 在摩尔多瓦也发生过与波兰类似的事件 当时俄罗斯向乌克兰发射了另一波导弹 其中一枚被乌克兰防空系统击落 导弹残骸落入了摩尔多瓦的一个村庄 造成了物质损失 但没有人员伤亡 波兰导弹袭击发生后 外界担心俄乌战争可能会影响到其他地方的安全 北约加强了东部防线的战备水平 德国派出台风战斗机加强空中巡逻 德国还向波兰提供了爱国者导弹防御系统 欧洲议会在11月23号也以压倒性的票数 通过认定俄罗斯是支持恐怖主义的国家 北约10月刚刚举行完坚定正午的和贺组军事演习 10月开始又有5艘航空母舰编队 聚集在北大西洋和地中海进行联合演习 对俄罗斯的警告意味十足 这次北约航母连演 美军的最新福特号和英国的伊丽莎白女王号 部署在北大西洋 而美军的布什号 法国的戴高洛号和意大利的加福尔号 则部署在地中海 今天我就来聊聊这几艘航空母舰 作为美国海军当前最先进的超级航母 福特号是首次进行实战部署 福特号航母满载排水量超过10万吨 2017年7月开始服役 它是继尼米兹级航母之后的新一代航空母舰 采用了众多的新技术 包括两个全新设计的A1B核反应堆 电子弹射器和着剑拦阻系统 全电气化设计双波段有源相控阵雷达和神盾防御系统 以及可以容纳隐形战机的机库设计 新型弹药升降机等等 福特号航母的两个A1B核反应堆 每个反应炉热功率估计是700兆瓦 比上一代A4W反应炉提高了25% 不仅能保证最高航速可以超过30节 而且可以50年不用更换核燃料 大幅减少了使用成本 福特级装备了电子弹射器先进拦阻锁 双波段相控阵雷达 未来还会安装激光武器等高耗能装备 这些都需要巨大的电能 而且要求尖峰供电的稳定性 在频繁使用电子弹射器和拦阻锁时 不会影响其他用电系统的正常工作 福特级航母是全电气化设计 只保留机械推进方式 和反应炉的其他能量全部用于发电 虽然反应炉功率只比尼米兹级高25% 但发电能力却是尼米兹级的2.5到3倍 福特号因为采用了众多的先进技术 导致刚刚服役的时候问题多多 但经过4年多的努力 问题逐渐解决 实战部署就意味着福特号已经准备好了 让大家意想不到的是 在福特号航母采用的所有二三项新技术中 舰长兰奇洛塔认为 先进武器升降机被证明是最重要和最有影响力的 它也是花费最多时间和精力才运用成熟的技术 这11部使用线性同步马达的武器升降机 花费了比电子摊车器还长的时间才搞定 舰长认为 新武器升降机比旧款航母上的系统更快的运载更多军械 而这是一个重要的作战推动力 可最大限度的提高战机出击效率 福特号全舰共有11个新弹药升降机 需要通过一共70道防水门 而每道舱门都要满足严格的生存能力指标 平直度必须控制在千分之一英尺以内 而且在作战中舰体遭到暴震等外力冲击时 但要升降机系统的轨道平直度 舱门水密性还要保持住 如此严格的要求使得福特号的进度大幅落后 现在这个问题已经基本解决 在2021年进行的三次全舰冲击测试之后 还能够正常运作 福特号在实战部署之前 已经经过了一万多次弹射和着舰训练 当然无论是飞机数量还是在海上的天数 首次实战部署与之前的演习都有所不同 这次随舰部署的是海军第八舰载机联队 第八联队虽然有一个F35C隐身战机中队 但这次好像没有进驻福特号航母 福特号最多可以携带85架飞机 舰载机包括FA-18E和F超级大方风战斗机 EA-18G咆哮者电子战飞机 ERD高级鹰眼预警机 鱼鹰轻转旋翼机 以及各种直升机 舰载机是航母的核心战力 美军的超级大方风家族成名已久 福特号航母具有养护隐形战机的机库条件 可以搭载F35C隐身战机 目前美军的卡尔文森号和林肯号 都已经搭载了F35C 估计福特号在经过这次实战部署之后 如果各种操作都没有问题的话 有可能就会开始进驻F35C 另外大家还很关注的 就是正在研发的MQ25无人加油机 2021年它已经进行了多次实际加油测试 可以为超级大方风 一二鹰眼和F35C空中加油 在MQ25的支持下 一架超级大方风战机的作战半径 可以达到1100公里 再加上携带的机载武器的射程 基本可以覆盖1500公里以上的范围 福特级在未来服役的数十年间 肯定会搭载更多的隐形战斗机和无人战机 而这些无人机一般会比有人战机更轻小 而且会更加隐形 制空时间更长 有更多的航程 这些都能够让福特级的打击和防御范围更广 而且更加隐蔽 福特号的甲板设计也比尼米兹级有了较大的改进 剑岛的位置更靠后了 这个设计让福特号的甲板面积比尼米兹级多出半英亩的空间 更多的空间有利于停泊更多的战斗机 另外福特号甲板上还设计了六个加油站 与尼米兹级相比可以更加快速的为战机加油 这些改进措施都会大幅提升战机的出击效率 由每天最多160架次提升到220架次 福特号已经抵达英国的普兹茅斯军港 而伊丽莎白女王号则在北海进行演习 这两艘航母会合之后将在北大西洋联合部署 另一艘美国航母布什号则从8月开始 一直在地中海执行战备巡逻任务 这次与法国的戴购勒号和意大利的加富尔号一起执行战备任务 更指向了乌克兰战场 英国新型航空母舰伊丽莎白女王号 最大排水量达到了72,000吨 是目前现役最大的常规动力航空母舰 仅次于美军的核动力超级航母 女王号2017年开始服役 它还有一艘姊妹舰威尔士钦王号 是在2019年服役的 伊丽莎白女王号长280米 宽73米 持水11米 没有使用弹射器和拦阻方式 固定翼飞机只能通过月升甲板起飞 然后垂直降落在甲板上 可以说是针对可以垂直起降的 F35B量身打造的 女王号最多可以容纳40架飞机 其中最多36架F35B 还有预警直升机 反潜直升机 或者是AH64阿帕奇攻击直升机 在突击模式时还可以运载 25架CH47支弩干大型运输直升机 虽然女王号吨位很大 但没有采用弹射器 这是比较遗憾的地方 月升甲板起飞 垂直降落的方式就无法使用 重载的战斗机和固定翼预警机运输机了 但操作和维护成本会更低 预警机目前使用了 洛克希德马丁公司开发的预警直升机 未来也有计划利用VR轻转悬翼机 作为平台研发一种 可以垂直起降的空中预警机 女王级航母采用比较独特的双舰岛设计 前岛是航行控制中心 后岛则是飞航管制中心 这样一方面让航海操控尽量靠前 另一个作用就是战损时可以互相备份 一旦一个舰岛无法工作了 另一个就可以负担起全部的作用 分离舰岛设计还有一个重要原因 就是配合前后主机舱和进排器管道的位置 女王级航母分别有两个独立的主机舱 这样的设计是为了保证 当一个主机舱被击中时 不会波及到另外的主机舱 女王级航母是全电气化设计 推进的也是电动推进模式 发电机包括两台 劳斯莱斯36MW的MT30燃气轮机交流发电机 还有四台柴油发电机 最大航速能够达到32节 这么大的发电能力 为以后增加激光武器也预留了供电能力 伊丽莎白女王号2021年首次作战部署就去了印太地区 那次长途作战部署航行里程超过9万公里 访问了40多个国家 展现了女王号的长时间部署能力 也是英国重返亚太的战略体现 意大利的加富尔号航母是一艘轻型航空母舰 2008年开始服役 舰长244米宽39米 满载排水量27520吨 使用四台通用电器的LM2500加燃气轮机 最大输出功率88兆瓦 最大航速29节 续航距离7000海里 加富尔号飞行甲板前面有月升起飞甲板 可以起降AV-8B和F-35B战机 初期搭载了10架AV-8B短距垂直起降战机 和12架AW-101直升机 改进后可以搭载F-35B 2021年2月 加富尔号首次到美国东海岸的诺福克海军基地 测试F-35B的起降性能 加富尔号强调多任务能力 不是单纯的航空母舰 有点像美军两栖突击舰的味道 它在运送部队时 可以装载超过100辆的轮式车辆 或者24辆公洋CE主战坦克 又或者是50辆步兵战车 因为伊丽莎版女王号和加富尔号 都使用F-35B作为主要的舰载机 在战场资讯共享上有优势 不仅可以互相分享情报 也能够从美军的预警机 其他战机等处 获得战场态势的分享 对联合作战很有帮助 也大幅提升了这些航母的战斗力 戴高6号航空母舰 是美国之外唯一的核动力航母 也是法国唯一的航空母舰 不过戴高6号的排水量不大 最大只有42,500吨 只算是个中型航母 比英国女王级航母小了不少 戴高6号是在1989年开始动工的 中间经历了冷战结束和经济不景气 一直到2001年5月才开始服役 法国奉行独立自主的国防政策 所以法国基本上不采购美国的武器 陆海空军都主要使用国产的武器 戴高6号当然也不例外 核反应堆战斗机 探测和防空系统都是国产的 但不过有些设备还是自己搞不定 只能从美国购买 例如蒸汽弹射器 空中预警机等 戴高6号航母舰长238米 宽64米 标准排水量3.5万吨 舰上官兵1150人 航空飞行大队600人 自持力至少45天 因为成本和技术的原因 法国没有像美国那样 专门为航母设计核反应堆 只使用了两台核潜艇用的 K-15核反应堆 导致推力不足 最大航速只有2526节左右 是世界上跑得最慢的航空母舰了 而且K-15核反应堆的燃料 只能使用5年左右 然后就需要更换核燃料了 而更换一次核燃料 至少需要18个月 这样导致戴高6号的实际部署时间 非常有限 而且也无法像美军航母那样 一出海就至少半年 虽然戴高6号的吨位 不到美军航母的一半 但法国人充分发挥了智慧 把机库设计的足够大 舰载机最多可装40架 只比美军航母的75架少一半 主要搭载阵风M战斗机 和超级军旗攻击机 两款法制战机 还有美国的ERC鹰眼式空中预警机 当以制空任务为主时 最多可以装34架阵风战斗机 阵风战斗机是法国达索公司研发的 双发三角翼高机动性多用途的 四代半战机 它强调多用途作战能力 不仅海空兼顾 而且空战和对地对海攻击能力都十分强大 阵风机体重量只有10吨 使用两台M88涡扇发动机 总推力15.3吨 不过载弹量却高达9吨 能够与重型战斗机相媲美 与美国海军的超级大航风战机 处于同等水平 阵风战机也出口到了 埃及、卡塔尔、印度、希腊和克罗地亚等国 戴格罗号有两台C13型蒸汽弹射器 每天最多可以出动75到100架次 虽然比美军的超级航母要少 但也足以承担起低强度地区冲突的空中支援任务 北约的这些航母部署在北大西洋 可以威胁到俄罗斯的核心地区 圣彼得堡和莫斯科 部署在地中海 则可以威胁到在乌克兰战场上的 俄罗斯军队和黑海舰队 我想这也是北约借此来施压俄国 避免俄乌战争扩大化的重要措施吧 最后感谢您的收看 希望大家继续关注马克时空 咱们下期再见